12日央视蛇年春晚特意准备了补充审查 赵本山泥平和眼的小品也亮相了这次审查 不过有消息称该小品审查时被指效果一般 不仅内容面临大改 赵本山也不排除二度更换剧本或干脆退出春晚 不过今天上午记者致电引起 他表示并没有收到相关通知 而且他个人对这次剧本比较满意 审查时演出效果也很好 值得一提的是补充审查后 不少媒体争相曝光了赵本山小品的内容 被问及小品内容被泄露是否考虑更换剧本 引其则坦言 审查一次曝光一次 如果总更换剧本是不现实的 似乎默认还会使用赵本山和泥平演绎的老夫期间信任危机的故事